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称宜贵人受到了水银的毒害 宜贵人房内燃过的碳灰中含有朱砂 而朱砂是含有水银的成分 除此之外 太监向皇上比明 宜贵人和玫瑰人有孕时都十分喜事鱼虾 自己到了一扇房才发现 供给宜贵人的鱼虾已经死了 被扔了出去 自己找到剩下的一小袋鱼虾 皇后命他拿给太医看看 太医查明之后 称其中也含有朱砂 皇后称自己已经命人查遍所有嫔妃的寝宫 一会儿就会有消息 弟子底下找到一盒朱砂 苏联还带来了小福子 小禄子与小安子 小禄子是专门负责给玉玺和嫔妃们养活育活虾的 小禄子称 是如意指使自己给玉虾下朱砂的 小福子也称 贤妃同样以自己兄弟性命为威胁 让自己在红螺碳中放入朱砂 小安子也指出 贤妃曾在玫瑰人玉玺后 向自己要过不少朱砂 皇上称 只有三个人的证词不能作数 皇后提议 让阿若带来好好查问 自己是实在看不下去如意的所作所为 才在众人面前揭发如意 阿若说 如意看中皇上登基后的第一个皇子 才指使小禄子和小福子除去宜贵人的孩子 宜贵人听说如意害了自己的孩子 指责如意蛇些心肠 随后悲痛过度昏了过去 阿若还说如意抚养大恶后生了夺嫡之心 听了二个患有孝症 便是日夜诅咒 这时 小禄子称 自己不能平白无故 害了两位皇司 撞强而死 宫中一片骚动 宜贵人 贵妃等人 纷纷请求皇上严惩贤妃 海贵人纯贫 为如意求情 称如意不是这样的人 皇上一时间十分为难 如意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说自己没有错过 皇上表示自己相信贤妃 此事还要详查 太后坚持要处置贤妃 下令降为贵人 幽进颜喜宫 皇上也只能同意 宜贵人搬离了颜喜宫 如意受到委屈 坐在窗前暗自发呆 如意分析 可能是贵妃害了梅贵人 可贵妃与宜贵人素无瓜葛 海贵人称 可能是因为贵妃想见有两位皇子的死陷害如意 如今 如意已经彻底失宠 海贵人仍决定一直陪着如意和她在一起 皇上秘人找来了玉狐姑姑 让她详查此事 阿若在慎行司受尽酷刑 仍然坚称是如意残害皇寺 这时 玉狐姑姑来查问阿若 贵妃向皇后请求 抚养大阿哥 皇后称自己会为她筹谋 不过还是要看皇上的心思 皇后称能将贤妃扳倒 贵妃处理不少 阿若也十分重要 玉狐姑姑回来禀报皇上 称有人想让阿若死在慎行司中 皇上决定先保着阿若 和阿若死一开始